好的 各位情形请坐 大家早安 家人们早安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人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 百样圣经伦理的第159次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最后还有一个信中信还没读完 那我们先来复习复习 来请淑娟 有心同志持讯 今现一条父持忠贞 今时为开今情 今涛烈暗沉稳 则无旁贷壮志胜任 时代洪流 选税拔金 有情无情验证 欲树凌风 超群伦 有得白羊好汉 任重道远程 你们今天听了 听了 心中应该多多少少 有点感受 可是那个感受得要行出来 有一句话说 圣中追远 明得归后矣 就是说 你是一个孩子 你得要孝敬父母 父母不在的话 你得要敬敬你的大孝之心 就是在春秋祭祀的时候 有的父母不在了 祖先不在了 你得要按时的祭拜 这叫做圣中追远 明得归后矣 休息不能太久 短暂的休息 叫做歇 放下很久不动了 那叫休息 首先要度人 一定要学会活归礼节 想要学修办的人 不可以 行活归礼节麻烦 好不好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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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做有心人 我说 拜托 拜托 为什么对你们要一再拜托呢 因为人心一变 你要先把人心给调好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心人 做起来才有滋味 而倒在你身上才能够展露 因为我是有心童子 所以这补缺无缘的有心童子 希望你们每个人看到我 个个都做一个 有心补缺无缘的休办童子 好不好 好 好 静超 有心童子慈悲主语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做凡人比较好 还是做圣贤的人比较好 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我们想想看 你凡人做很久了 一下子要做圣贤之人 容不容易 可是你们愿不愿意做 做一个愿意向圣贤先佛学习效法的有心人 对不对 拜托 拜托 从现在开始 要做一个真正改变自己的人 真的是很好 想想看 你们今天跟我有心童子 是圆节累生累世 我因如此而下来跟你们了这个缘 少了一个人 我的缘也是不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该度一千人 一万人 你只有度九千九百九十九人 你还是没有了缘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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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指示黑板上之 慈讯中慈为传不习乎 传不习乎 此份还是要送回福山 传不习乎 在我们此地完成 你要觉得很光荣 什么叫传不习乎 这是古佛说的 知道隆隆的天恩 浩浩的师德 还有畏畏的老前人 所有的精神我们能传不习乎 是不是 拜托拜托 知道老母的大赦三朝 知道诸佛诸主的护手会命 你能传不习乎 后本之道也是在传不习乎 老师说交不言 师之落 师不言 道不尊 所以我们人人要以道为尊 传不习乎 以理为责 传不习乎 以义为行 传不习乎 此生此事已到 传不习乎 那我们坚能够与九六 原佛子成就 恢复赤子之佛性 传不习乎 拜托拜托 那今天我的小任务算完成了 我刚刚讲很多话 可是却没有送东西给你们 会不会很难过 伸出你的手 让我们这双手 为这三朝普渡而过 让我们做一个人间净土实现的有心人 让我们做一个师尊师母真正传承道脉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行政的修办人 为自己的发心鼓励一下 拜托拜托 让我们做一个诸佛菩萨的还愿有心人 拜托拜托 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能挽救结束的有心人 拜托拜托 好不好 时间很宝贵 让我们做一个珍惜时间的有心人 让我们做一个老母的好儿女 做一个真正的迷乐眷属的有心人 拜托拜托 做师尊师母的好徒弟 做老前人前人的好后学 做一个真正行走在世间的修办人 拜托拜托 祝我们圆圆满满 道心永永远远 让我们越伴越有心 越修越有心 让我们都做一个真正儒者的有心人 我已经是一个有心的果子 你们要吃的时候要告诉自己 我要做诸佛菩萨的愿 或是你累生累世所立的愿 真正还愿的有心人 好不好 其实这个传不习乎 我是讲不尽 童子因为是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有太多没办法严禁 就留给想讯的人 或是有心的人去体悟 再去补足补足 圣洁的莲花来自于污泥 单纯的心来自于复杂的环境 诸位修士已经进入了 活佛弟子之门 请不要忘记 忘恩负义或是反道拜托 地藏古佛还有一句话 还没有讲到 希望你们都能够到地藏古佛 那儿去做上课 可别做阶下囚听懂吗 现在开始要学礼节 从现在开始做起 如果你们表现得好 你的自信会越光明 日日修日日记 一日修来一日好 一日不修就一日寥寥草草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个佛佛弟子 帮助老师的有心人 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这篇传不惜乎的很多位先佛给我们的慈悲 合出来的信中训 来我们请仅迟帮我们读一下 传不惜乎训中训 怀抱冰湖玉尺高洁之人品 学习君子圣贤广度之胸襟 下学尚达 己利以利人 故而白杨时代之天使们 确立未来之方针 坚定自如淬炼真金 立产宗旨 文运重振 大同世线 姚舜真 这个传不惜乎 传承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这个历代以来 这些圣贤先佛所传承下来的最重要就是那一份高洁的人品 就像怀抱兵符义尺一样 那样的高洁 还有就像君子那样的一个 胸襟非常的宽广 如大海那样的寒玉 那一种宽广的胸襟 能够包容 能够涵养 这个为众生来立定眼大的志向 当然也要下斜而上达 几利而立人 要很实际的 一步一步的很踏实的做 这是一个时代 白扬天使 要去努力的 等于说我们 船不惜乎的这个船啊 这种传承是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有价值的 要切立我们自己未来的方针 坚定置如淬炼真金 努力去产阳 这个道的宗旨 南平的中风 文印从政 大同事 摇天顺日 的理想能够实践 这个信中信的内涵呢 真的是非常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这个是道千圣之国 敬事而行 那这篇圣讯呢 也是由我们佛佛老师 激公佛佛慈讯 还有南平激公 也是我们佛佛老师 分两次来完成 好 我们先来看道千圣之国 道千这两个字的圣讯 是由我们佛佛老师 来为我们慈悲 好 来我们 请诉诸 激公佛佛慈讯 求目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源者 必俊其全缘 师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故到千圣之君 名应有 欲留其遭 当帅以正 好 佛老师 就是慈悲勉励我们 做什么事情根本要先确立 根本稳固了 它就可以呢 长得很大很高 就像一棵树 这个根要能够稳固 就不怕狂风暴雨来吹 那另外呢 要淹远流长呢 也要能够 盡其前沿 就是不要有 这个 赌射不通 应该要有一个 有本有缘 另外呢 能够足够的清澈 这个水如果很污浊 就留不长远 另外 施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这一个 忧天下的这种 施国之安 就是 天下新亡 彼夫有责 有这样子的心的人 他一定会努力 积自己的内德 自己的德行 以德性 才有办法去完成 这种治国安民的大 这种 远大的志向 那所以 道千圣之君 这个领导一个大国 千圣算是一个大国 以前古代的 春秋战国时代 像齐国就有千圣 一圣 是有四匹马 拉了一个战车 这样 那千圣 那等于说 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国 才有办法 这个造就 培养 这么大的 一个军团 那所以这样子之君 道千圣之君 民应有 应该要了解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 这个国家 让他来治理 自己应该要 好好的谨慎 毅力其朝 当帅以正 自己一定要先做好 要不然大国之君 如果没有 没有把自己先做好 很容易把国家带到危险的境地 因为国家大 来请 美心 既功夫我此训 成如古云 贤者在位 仁者在子 不令而行 文武向此 能卧道之志 必得其天下国家 好 贤者在位 仁者在子 意思是说 贤能之人 都能够出头了 都能够出来为国家服务 为人民来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 代表这个国君 很有领导的 而且很有德性 很有领导的能力 又有德性的人 他要施展 这个治理国家的政令 可以不令而行 不需要太多的法令规章 强制的要求 人民自然会去实行 因为他能够 任用有贤德之人 甚至可以无为而治 文武向此 这样子叫做 保卧至道 保卧道之志 必得天下国家 录解 既功佛佛慈喧 樊百元守成其密 因忧道者劫其难 居欲之中道千成 神器之中细思存 以古为敬之心辟 以德为谱大悦成 君人善教化 赢者来归报忠臣 好环百元守 陈锦命 就是一个统治国大国的一个首领 一个国王 他是大家所仰望的 所陈命的 那就应该要懂得爱惜自己 要懂得因忧起胜 懂得学习遵循圣王 治天下的道理 努力去做 所以 积欲之中道千成 神器之中细思量 细思存 神器是指 这个国家设计 这么重要的 要治理 一个大国 那需要有多么的 自己本身 一定要很用心 要细思存 这个何德何能 要把国家治好 有很多真的要学习 千万不要 轻易的把这个 国家给断送 那如果自己不努力 甚至变成一个暴君 就有可能 所以要懂得以古为境 知心体 自古以来有很多 历代的兴亡 国家的心体 就像一面镜子 有德明君 就能够治天下 能够传之久远 就像周朝 周文王 以德治天下 以礼乐治天下 所以传承八百年 像周公 传承八百年 这样子的一个 以古为境 非常重要 那以德为辅 大业城 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的是 要德性领导 如果有德 德不孤必有灵 大家就会 贤德之人 就会来 相辅佐 经能善政善教化 所以在上位的国君 能够好好的治理 这个政治 好好的做好 教化人民的工作 自然而然 一些有德有能 有才有才华的人 他本来是一个云者 隐积起来 不想出来 现在都出来了 就像周文王 时代的江太公 他本来也是一个云者 都愿意来归报忠臣 就是因为文王的德者 所以一个领导者 要道千胜之国 这个道 治国之道 非常重要 来请 淑娟 既功活活持讯 江海而下百川会 千聪字幕 宜尊开 宜尊问 逆正目夺于今朝 却除 拥必达清明 念高尾之身必修 齐口呼呼 证 正独成 追寻之后 长者 顾 口中之缘 任许存 好 佛佛老师继续 慈悲勉励我们 要有像 江海而下百川会 的那样子的一种 谦卑低下 而又 承其大的宽广 因为江海 所以海能够成其大 就是因为它有够谦卑 有够低下 所以它能够纳百川 这个叫做千聪字幕 字幕是自我的要求 宜尊就教 不此下问 这样子的一种修养 就有那个力道 来正目夺于今朝 这个目夺有点像 目古城中 敲醒人心 能够在 今天这个时代 做这种工作的人 是不容易的 切除 拥臂 达清明 能够把一些 拥舍 弊端的这些事情 就是 不经不处 阻碍难行的这些 能够把它弃除掉 让它变得很清明 这一个国家 才能正通人和 念高为之 身必修 这个念高指的是 这些统治者 在上位的人 要想到自己是高高在上 越是高位 要越谦卑的意思 要不然就很危险 因为 一个懂得谦卑的人 牵挂是六窑阶级 他就会很安全 要不然呢 位置越高就越危险 所以这个一定要修养好自己的那一份千冲置目 岂可呼呼 整 整 正毒成 正毒就是很 很毒的那一种毒药 千万不要饮症止渴 为了达到短期的利益 然后呢 就像 吃猛药 下猛药 但是毒性 副作用很大 这个 结果呢 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自己 这个领导者绝对不能用短视的眼光来看问题 解决问题 应该要长眼的来治天下 这个呢 就不离尊贤 尊贤不获长者雇 尤其对于 这些贤德之人 一定要能够留得住 也能够守 这一些 把这些 贤德之人呢 不只是留住 还要任用他们 让他们有所发挥 守根之源 正极存 能够把根本顾好 能够让政治啊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很清明的一种推展 好我们请停轩 七公佛佛慈讯 百公来求简能任 胡悦流派一体同 亲亲人民爱勿尽 本欲利而到生根 时时拨练劝百姓 念念为众提天心 处恶缠邪尽大臣 处事不炫便未争 好 发展 能够各自有很方便的 能够在这里开展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需求 那这是一个赖百公 这叫赖百公 另外呢 胡叶流派一体同 胡代表这个 我们说中国晒外之境 化外之境来的 我们常常都用胡啊 来形容这些人 叫做比较没有受中华文化 熏陶的 但是呢 虽然这样子 我们一样啊 要能够一体同仁 让他们进来这个文化的熏陶 慢慢的也会改变 近亲眼来啦 所以 亲亲人民而人民爱物啊 这个是一个领导者 一定要很有爱心 要把自己的亲人 还有老百姓也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来爱护 所以叫做父母观嘛 本义立而道生根 这个孝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 这个做人的根本是孝涕 国家的根本也是 自己本身的品德 国君的 也要把这个孝道尽 一切的根本 都离不开 这个 道德 品德这些的确立 那这个是根本 使使 薄恋 欠百姓 要爱护老百姓 就不要磕奸 砸碎太多 应该呢 要看老百姓的时间来 溢死他们 另外呢 尽可能的减少恋负 让老百姓生活能够好一点 念念慰重体天心 念念慰重体天心 触恶 残邪敬大臣 意思就是说 要亲近贤德之人 眼离小人 要懂得分辨 好的 贤臣 跟这一些邪恶的小人 这一些要把它分清楚 要眼离他 好的要让他能够有所发挥 就是说显贤一能 当然这个 国经本身要理敬大臣 理贤下事 人家才愿意来 处事不限 变真伪 限就是分不清楚 那不限呢 就是不会看不清楚 能够很清楚的 给他变真伪 这样子来治理国家 才不会出问题 好 再来我们请俊超 祭功活佛慈讯 宽柔远人四方顺 必显无敌 气恢弘 王后者 当俊其玄缘 师国运筹兴盛 酒精师必能福仁者 行之则天下平 圣祖出正儿相离 国安民顺见光明 民情垂拱不言而化 不为大道长存 佛老师慈悲这边跟我们讲的就是 儒家所说的治国酒精 佛老师跟我们讲的更清楚一点 这个柔眼人 就是宽柔眼人四方顺 柔眼人就是要对眼方的这些 比较没有受中华文化影响到的 这些化外之地的国家的人民 我们更是应该要用宽柔来对待 那对他们好一点 让他们焉毅来归顺 以得福人 必显无敌 气恢弘 王后者 当俊其前沿 这一个真正的好的领导者 这些王后 要有很多 禁其前沿 就是 就好像这个水盐 一定要输尽好 那个流通才会没问题 所以这个有本有盐 另外呢 要奄奄流长 施国应酬兴盛 这一个国家要能够长长久久 要奄奄流长 一定要有活水源头 然后呢 要有根据 要有传承 所以施国应酬兴盛 这些都很重要 中规来讲 这叫酒精 治国酒精 所以这里道千圣施国 讲的就是 如何把国家治理好 那如何 讲的就是如何 成就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个国君 当然在道场当中 一个好的领导者 也很重要 这酒精也是 可以用得上 酒精是必服人者 行之则天下品 能够把它实践出来 就容易 天下太平 大同理想 也可以实践 圣主出镇 而相礼 国安民顺见光明 就好像圣人出世一样 就好像摇天顺日 国泰民安 见光明 大家都民情垂拱 不言而化 这个统治者 无为而至 叫做民情垂拱 不言而化 无为大道长存 所以佛老师讲这一篇 就是在诠释 道千胜之国的一个 好的国君 应该要有的 其实讲一个好的领导者 好 接下来呢 佛老师 继续给我们谈到 道千胜之国 给我们慈悲 来我们 请这个 谨慈 既恭活佛此讯 既是旧众菩萨苑 横尘一前任道远 公心一片智慧险 标杆树立正己仙 活泼硬是万善备 尊前保后 李明全 佛信掌养心构敬 月影献中反本元 好 这个佛老师呢 这篇信的灌顶 刚好就是 祭功佛佛 所以祭呢 就是要祭祀就咒 要有菩萨愿 菩萨愿呢 就是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求自己的安乐 只要众生有一点点的帮助 我都愿意 就算自己牺牲很大 也在所不辞 这种菩萨愿 横尘 一前任道远 而且 要持之以恒 菩萨愿不是只有当下 一下下 要持之以恒 展现我们那份虔诚 那一份足以担当 能够认重道远的那一种心智 功心一片 智慧显 我们佛佛老师 激功佛佛 最重要就是要功心一片 我们是小激功 就要有一份功心 功心就是大功无师 也就是无言大词 同底大悲 一视同仁 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彰显一个人修半道的智慧 标杆树立正己先 而且要自我要求 道中无魔幻 自我力标杆 自己 把自己做好 先把自己 要求 自己做好之后 自然而然 能够影响别人 挤震 则别人震烟 活泼应世万善备 这个活泼应世呢 是白羊时期 每个修行者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是祭癫 这个癫就是有活泼应世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不要太拘腻 太固守 有时候呢 久了 拘腻太久了 就会变人归 不是佛归 所以应该要懂得 活泼应世 最终的目的达到最重要 尊前祷后 李宁全 这个佛归礼节 就是尊前祷后 长幼有序 然后呢 成上起相 这些道理都很重要 一定要清楚 要做好 好 再来佛 这个字呢 是佛性常养心 构敬 众生 皆有佛心 但是呢 不见得懂得如何长养 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佛性 一定要先养心 而且养心就是要先除去心中的这些成垢 就像夜影 夜影 夜影 晚上 这个夜亮 所造的 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影 所映现在河上 河面上的影 事实上是静中月 水中花 那个都是一个西幻处 那个都是一个西幻夹景 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出那个 炎炎本本的 真实的那一面 不要被夹景说了 这个 手片了 迷失在夹景中 好 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个地方 好 感谢天师的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一起来练太和 那这几天 我们又看到了这世间 有一些不平静 人心不和 又 这个在中东又有战争起来 那 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尽一点力 我们 大家把太和之气 多多的去花扬 让人心能够平和 这种战乱能够早日平息 好 现在请大家 菩萨滴美 眼观鼻 鼻观心 就是把我们的 心念收回来 用我们的菩提心 来开启我们的自性弦观 因为明师已经帮我们指点了 已经开启了 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心念回来这里 所以我们会有感觉 这个时候呢 代表玄观是开启的 佛老师说 要会玄观呼吸 也就是教我们如何去 涵养这个太和 来我们请深呼吸 在深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 也要记得 用我们的意念 把太和元气 吸引进来 牵引进来 然后到我们的丹田 到我们的脚底 到前身 然后再浮出来 这一复一夕当中 你都还可以感觉到我们 那个 玄观 明师一点处 那种绵绵若存的感觉 所以 为什么老子说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就是你要常常去用它 你就会有感觉 你就能够让太和元气 充满前身 好 这一复一夕当中 我们彼此也会相互感应 这个空间当中就充满着太和 甚至你演在天边 演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 大家一起练的时候 这个太和元气相感通 为这个天地注入一股祥和之气 希望一切的战争早日平息 那希望一切的不和早日平和 希望一切人心的不安不和 能够早日的能够平安吉祥 能够很祥和 这社会也是一样 能够是一个祥和社会 国家也能够充满着和平 世界也能够充满着大同理想 人间净土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 跟太和的修炼就到这里 感谢电视的谢各位情形